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视频教学当中 这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讲到如何安装我们的TensorFlow 相信大家已经蠢蠢欲动了想要使用TensorFlow了 但是呢在安装之前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呢 这一个TensorFlow它暂时对Windows还是不支持的 所以呢如果你是Windows用户呢 你可能需要装一个双系统到Linux 然后用Linux装载你的TensorFlow 如果你是Mac用户呢 你也可以直接download这个TensorFlow安装 就除了Windows Mac和Linux都是可以安装的 那我们就开始查看一下如何安装这个TensorFlow了 TensorFlow呢你可以先找到TensorFlow这个网站 然后打downloads然后找到download这个界面 我会把这个界面的链接呢放在我的视频毛组当中 然后呢我会呃这个TensorFlow呢呃 你可以装在你的Python2.7或者Python3.3以上的版本中 它的这一个呃用GPU加速的TensorFlow呢 它是只支持Linux系统的 而且呢Linux系统呢你一定要装载呃有这一个Cuda的模块 只要你有Nuvida这个公司的显卡呢 丁伟达这个公司的显卡呢 你就可以呃你就可以用你的GPU去加速你的运算 但是呃你没有这个显卡呢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它有TensorFlow有这个专门用CPU加速的这个训练方法 所以你不用担心呃只是有一个速度的差别 GPU呢运算这个呃神经网络会比CPU运算神经网络要快很多 但是呃没有CPU没有GPU也没有关系 我现在这个电脑呢它是Apple的 所以它的GPU是不支持GPU加速TensorFlow加速的 所以它呢呃只用我的CPU去运算 但是OK啊没问题啊我能接受 它有很多种方法安装啊TensorFlow 第一个最流行的方法呢叫做PIP install 这就啊需要你保证你有这个PIP的Python的PIP这个版本 如果你没有呢你是呃Mac用户呢 你就可以用这一个呃sudo.easyinstallPIP去installPIP 如果你是Linux用户呢你就用这个语句去呃在你的terminal上面 呃terminal调出你的terminal 然后呢把你的把这一句话呢 比如我是Mac用户的话 把这句话呢copy上来 然后执行它你就可以去安装你的PIP了 呃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呢 如果你是Python3以上的这个版本呢 你的PIP呢它后面要加上一个3 也就是3 如果你是Tensor呃如果你是Python2的这个版本呢 2点几的版本呢你就不用加上这个3 然后呢在你安装TensorFlow的时候呢 你也要注意一呢是你的这个系统是什么 二呢是你有没有这个合适的GPU 三呢是你的Python版本是什么 那如果你有这三方面的条件呢 那你就可以筛选一个你适合的这个链 复制到你的terminal当中呢去安装它 比如我现在是呃 Mac系统的CPU only 但是我的Python呢是3.4版本的这边 3.4 3.5 那我就复制这一长串命令 复制它 然后选择 选择它 Copy它以后呢 我就这样子运行一遍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选择你的Python版本 如果你是Python3的话呢 你就运行Copy这一长串 然后在你的terminal当中呢运行它 它就会 呃它通常的会先问一下你的这个 呃用户的密码 然后你输密码以后呢 它就可以安装你的TensorFlow了 它现在就download 我们稍等一下我会快进这一段 OK它已经安装完了 那我们呢 那我们就尝试一下看可不可以真正的运行它呢 我们调出Python的这个IDLE的shell 然后我们打import TensorFlow 好它已经成功的import进去了 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TensorFlow了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学校讲的课程 呃下一次呢 我会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 这个Python呢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流程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你想要观看更多关于TensorFlow 或者Python的学校程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有不断的更新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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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